明明公车上还有空间,根本没那么挤,这名戴白色鸭绳帽的阿贝却整个人贴在前方的女子背后 别以为对方没发现,他拿起手机对镜子拍,镜还拍到对方腰部不时摇动 明显是骚扰,下车之后,被害女子决定报警 当时被害人是搭乘指南科运880路公车,遇上了这名色狼,决定报警 而他指控对方有这种行为并不是第一次 原来这名男子已经跟着被害人搭同一班公车好几天了 每次都贴很紧,原本想说只是不小心,直到近期密兔风波 他才怀疑自己是不是也遇上色狼 14号涨到6点多,果然对方又出现 这次他趁对方又来贴镜,拿手机拍后照镜,终于拍下骚扰证据 警方发现这名骚扰的男子他根本就不是住在这附近 而是一大清早开着车,停在旁边的停车场之后 就在旁边的公车站这边等着被害人和他一起上车 警方一车追人,发现骚扰男子的车是登记在公司名下 所以很快就找到对方查期盗案 原来63岁的理性男子本身住林口 疑似是一间贸易公司的理事长 专门进行批发零售又做移工人力派遣 他盗案后全盘否认有骚扰 但为何开车去搭公车,要去哪却交代不清 由于不是只有骚扰一天 警方怀疑被害人早就被对方锁定 事后也依性骚扰防治法和跟骚法寒诉法办 这次被害人早就知道色狼跟着他 还是上车勇敢搜证 也终于拍下骚扰铁证 TVBS新闻网APP